我是宇宙最强真子丹 五六六三年注定不平凡 我天生下饭 我是真子丹 除了我没人能做No.1 我是宇宙最强真子丹 听说有人说我演极烂 五大明星拍第三 你看看成龙里连结 他演得多自然 不是我表情太死满 是对手表情太饱满 我就把他的戏份 我改留改 我山有山 我是没有错的 因为我是宇宙最强 印鸡蛋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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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宇宙最强真子丹 所有人都给我靠边真 真子丹拍戏能够结子丹 我真子丹结合都是真子丹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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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吴敬泰森打一边 已经找不到配脸 夜问系列的最终篇 我要干复脸 因为我是宇宙最强 印鸡蛋 我要打十个 十个 十个 所有的调侃 我都能看到 只要我的作品 不留下遗憾 因为我是真子丹 小踩了八次 是是我要求 因为我的普通话也说的很烂 然后也很少去参加这种综艺的节目 你觉得谁吐槽的哪个段子 我觉得扎心的 我没有什么扎心的 我觉得我还好 因为首先我觉得你的节目性质 本来就是要互相去狠狠的去吐槽嘛 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 因为我是最早开始说你的吗 丹哥 是是是是 我在说说你狂妄 说你比李连杰强 说你比那个成龙强 然后我就听到你坐在那位置大声的说 我没有说我没说过 我真的没有说过 这个宇宙最强这个称号是香港一些八卦媒体去写出来的 我们练舞之人怎么会有那种不不专是中道的一种一种话了 我绝对没有说过那种话也不会说那种话 然后接着今天被吐槽多的就是演烂片嘛 是 这个我不逃避 肯定是演了很多烂片 这个我 我 不说话 所以对于演员来讲是不是都会 断通心呢 当然了 很后悔会接 后悔 后悔还要很痛心 因为肯定有一些戏不是太好 而且也不是自己去能够控制的一些戏 演员有的时候是被动的 非常被动 有些可能就是 哎我喜欢这样的故事 因为我是投资人 我必须要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很认真 很专业的电影员 你必须要慎重地去挑你的相方 刚才我也提到了说网络暴力的事情 当时你说过你也是受到网络暴力的第一人 是 而且一旦经历了这个事情 你百口难辨啊 你说什么 我那个时候 刚好微博就是一种新的东西嘛 所以那个时候是比较大家都关注 而且对比我当时发生的事太小事了 现在的 每天看到的新闻真的吓死了 丹哥真的现在发生的更吓人了 真的吓死了 以前的事情 最多就是 你对他不好 他对你不好 现在不是 现在是犯罪 现在是淫事 多恐怖 我们非常感谢像丹哥这样的嘉宾来做主咖 唱所欲言 所以各位有机会 12月20号 对 夜问4 不光是看 叫真儿嘛 唱所欲言 对对 想夸就夸 觉得不好看就批评 没问题 电影工作者可以接受 吐槽大会这个节目 大家说不好看 我们是会不高兴的 再次谢谢 谢谢 谢谢丹哥 谢谢 丹哥以后还想讲透过秀吗 不算了 哈哈哈 压力再也不下了 你觉得今天吐你最狠的是哪一个 都挺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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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记住你 我挺你这么多年 你居然把这个奖给他 给那个说你垃圾的人给你 我呢 白挺了三十年 赔另外一个奖给我 我们今天谁还没有来 向左是 他可能是要急着去见郭碧亭 郭碧亭 郭碧亭来了 他来了是吧 那就广告就cube出来了 哈哈哈 啊 向左和郭碧亭是异地恋 是吧 异地恋 一个在香港 一个在台湾 对 异地真的很容易出很多问题